我是林子萌醫師 那我現在也是左營男子區的西園參選人 這只是表面的身份 因為在更早的時候 就我已經就已經跟這個學校 還有跟這場改革運動結緣 我們每個人都要面臨一些選擇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三年前 就是說學校遇到一個危機 這危機就是我們的董事會 他打算擴大更大的權力 去控制校長 再接受控制校長 來控制學校 控制醫院 這樣的狀況並不是今年才發生 是在過去的數十年裡面 都是這樣 就像剛剛文聖學長提到的 彷彿是一個阿滋海默症的狀況 大家被欺負了 然後忘記了 欺負又忘記 這一切的循環 直到了劉錦寬校長的任內的時候 才終於得到了終止 我們開始面對這個問題 當時我們很多學生和老師很憂慮 還有校友很憂慮 我們想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拯救這個學校 我們要不要發起一些行動 這是很痛苦的過程 因為我們身為醫師都知道 我們發現癌症 我要去治療它 我要去用手術 我要去用化療 這個病人一定會衰弱 這個病人一定會有痛苦 但是經過治療之後 這個病人也才有機會得到重生 怎麼我們跟許多的同學校友和老師發起透明的革命的時候 非常簡單 我們希望可以讓董事會變成一個透明化 民主化的一個機構 而不是現在的小圈圈政治 事實上所有董事會只有一個目標 那目標就是讓這種學校 每一個學生、老師、校友 甚至來這邊參與的病人 他走到這個校園裡面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高醫人 是重要的事情 這是任何一個董事會唯一的目標 絕對不是在維吾自己的利益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必須說很可惜 你錯了 我們透明的命運 就是要把這個你錯的這件事情 來跟大家講 但是 會害怕 是學生的時候會想 我當住院醫師好了 我當住院醫師再來做 我當住院醫師 想說我當主任再來做 主任還有院長 院長忙以後還有校長 每一個人都在猶疑自己的利益的時候 我們把問題推脫到整個結構上 但我們忽略了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只要當下做出選擇就可以 我很高興的是 劉校長跟著我們一起做出這個艱難的選擇 我們給他掌聲 有些人擔心 劉校長卸任 改革的力道是不是會改變 我必須說 誰可以去阻止太陽的升級 哪怕是在最黑夜的時候 哪怕是哪一個雨夜 他都必須要有陽光照進來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時代力量 或者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體驗到一件事情 只有人民是我們的主人 所以在過去數年內 我們看到非常多優秀的學者 包含我們陳一名老師 也從高異裡面借降到 其他政黨去擔任委員的角色 這個是一個趨勢 再過了這一天 我相信 不只是我們改革的師生 甚至我也期待 我說真的 我也期待 我們董事會可以體驗到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共同的 為高異師生的努力 為唯一的終止 我們把貫徹民主 讓董事會成為高異人的高一 這件事情 是我們唯一的目標 那麼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才真正的沒有對抗 我們可以團結 但團結不是建構在相遠 我們團結只在一件事情上 就是真正的正義 真正的為我們施設的情況 來努力 我相信校長 今天哪怕卸任 這個責任 按照我這幾年 跟校長的認識 我想 大概是另外一個開始 那我也很高興 就校長 現在啊 我剛才聽到 轉戰 繼續 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上努力 我相信 不管接下來的校長是哪一位 我們都會扮演好監督的角色 只要下面的校長 他們願意 願意 把改革董事會 還有支持院校發展 列為同列 我們都是最好的夥伴 那當然我這邊也要 懇求校長啦 現在那個 德國的運動 學生運動的領導人 Rudy啊 她有一句話這樣講的 學生 有純粹性 因為我們在職業上 沒有那麼多負擔 所以我們會扮演著 社會前進的角色 但是 所有的改革世界的動力 它最終都必須 迴歸到 體制內的長征 我邀請校長 我也邀請各位在場的師長 跟著子萌 一起加入這場長征 謝謝大家